现今社会,男女人口比例,严重失调,很多的男生都找不到女朋友,以至于这些男生们开始在网络上给自己招亲,但是回应的人却寥寥无几,甚至有的男生已经开始把要求放到最低了,只要是一个女生就可以了。 但是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中,却有的男生却被美女包围,真是让人羡慕不已,究其原因,竟然是因为星座不对,下面这三个才是桃花最多的星座,快来看看有你的星座吗? 射手座,射手座的男生都非常有魅力,他们不只是在意自己的学习成绩,还非常重视自己的外表,所以他们非常会打扮自己,本来射手男就长得非常帅气,再加上精心的打扮,优异的学习成绩,这些都让他们看起来像是生活在童话中的王子。 这样的射手座男并不需要费力的讨好谁,也不需要刻意的表现,自己,就已经成为了很多女生的梦想。 所以射手男的桃花会非常旺盛,他们会被美女迎笑,但是射手男非常专一,一旦认定一个人就会钟情于他。 别无二心,这样帅气有形的射手男,怎么会不惹人爱呢? 处女座,处女座的男生非常懂礼貌,而且他们非常的爱干净,这样的男生看起来非常的清爽,虽然没有帅气的外表,但是看起来就让人身心舒畅。 现在很多男生都不太注意个人的形象和卫生,虽然他们自己不以为瘾,但是在女生眼中却是非常糟糕的,女生其实还是非常在意一个男生是不是干净得体的。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,处女座的男生就会脱颖而出,他们会更容易被女生注意到,也更容易引起女生想要在一起的欲望。 所以处女座的男生会非常受女生欢迎。 白羊座 白羊座的男生非常的热情,他们喜欢运动,喜欢在球场上肆意挥洒自己的汗水,在运动场上的白羊座自带光芒,他们可以牢牢抓住女生的眼球,让女生随时为他们欢呼尖叫。 这样的他们,依靠帅气的动作,来灭补自己外形缺陷,依旧魅力无限,让人喜欢,毕竟女生都喜欢有力量和男人为的男生。 如果你光有帅气的脸座,却手无腹肌之力,也是很难得到女生的放心的。 当你开始在运动场上展现自己迷人的深思的时候,是不会有人过多的注意到你的容颜的,女生们只会被你的热情感染,他们会沉醉在你的热情似火里,被你的光芒锁燃尽,成为你的忠实迷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